把鸡蛋打进豆腐里 隔壁小孩都已经馋哭了 豆腐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吃的是非常的多 所以今天来做一个特别的做法 用勺子给它按碎 尽量把它按来碎一点 用一块干净的纱布包起来 这样子挤把水分挤掉 再来准备一点半肥瘦的猪肉 我这个是前价肉 先切一下之后再把它剁成细末 在载这个肉的时候还是老规矩 要加一点姜葱到里面一起载 放入一个大点的夹司里面 把豆腐放进去 一般这个比例的话 入合豆腐1比1就可以 盐 胡椒 蚝油 鸡精 再打入一罐鸡蛋 用右手给它码匀 大家记得洗手 再顺着一个方向搅打 这样子的话它才不会散 再加入两勺红薯淀粉 一般情况下一斤馅料 加个一两淀粉 或者到一两五就可以了 淀粉太多了 我感觉口感不好 继续顺着一个方向不停的搅打 调好的肉馅放到手里面 给它搓成圆子 这样子就可以了 大家在搓之前 手上面最好抹一点油 这样搓出来更光滑 将来的没有抹油 搓出来是毛毛的 全部搓好过锅内烧油 92号的就可以 稍微多一点点 因为要炸一下 最近我在刷视频水的时候 发现了一种新型的职业 叫试药人 真的我还是头口听说 以前我一直认为 试药的基本上都是用的 那个小白鼠嘛 居然还有这种执念 他们怎么说呢 想想都有点感觉 说不出来的感觉 油温烧至五成热 下入姜材搓好了一圆子 下锅稍有炸至过后 把锅轻轻地拿起来 这样子晃两下 避免粘连嘛 定型的就可以用勺子 轻轻地推了 这个圆子全部炸至表皮金黄 现在捞出来控油 是不是超级漂亮 锅留底油下入姜葱蒜火口 小火爆香过后加入一瓢水 调一点毛毛盐 糖 鸡精 胡椒粉 生抽酱油 蚝油 全部活转过后 下入炸好的豆腐园子 烧开转小火烧入分钟烧入味 这个丸子的时间烧来差不多了 下面转大火 用水淀粉挂一个薄芡 挂点薄芡的话 它才会巴胃 芡汁收容过后 淋上一点明油 关火出锅 看起来真的太巴适了 这颜色看起来就是杠杠爹 最后撒上一点性感的冲发点缀一哈 美味继承 非常好吃的豆腐原子就做好了 蒸子做出来外面特别香 里面特别嫩 并且入味下饭酱香味浓郁 做法也比较简单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走 这道菜老少接你 不喜欢你免费看完就撒够 最后还是我来给大家赏一下看 这个味道种模样 真的看起来就食欲满满 尤其是这个颜色金灿灿的 哇 这个原子感觉还有一点点抠弹 表皮这层大黄的特别香 盐味的话也是刚刚好 我们在制作这个豆腐原子的时候 会多炸一点 比如给它炸个两斤肉的 随吃随取 炸好之后不仅像我这样子烧哈 还可以用来烧汤 用来烧成鱼香味的 味道都是很不错的 或者直接真的吃也是可以的 反正呢 在我们这里小孩子是比较喜欢吃原子的 大家一定要把它做给家人告一哈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散锅了 我是想念 下期见 拜拜 黄瓜的话 平时一般拿来凉拌居多 今天买了三根 我们来分享一个特色的做法 把八本给它切掉 现在把黄瓜切成片 稍微厚一点 四毫米左右 加入一点盐 先腌制一下 把水分杀出来 翻拌均匀 先腌制半个小时的时间 黄瓜腌制半个小时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面腌出来了特别多的水 现在给它加入一碗清水 抓洗一下 主要是去除它的寒味 给它捞出来的时候 捏一下 把水分控掉 现在把这个切好的黄瓜 放到这里 晾晒个四个小时 等一会儿它就会变成我们的脆黄瓜 上午我们晒的这个黄瓜 可能应该差不多了 现在来切上一点这个乳 我选择的是梅花肉 我选择的是梅花肉 肥瘦一样来一点 光是肥的也不好吃 现在把它切成薄片 肥的和瘦的分开放 大家记住我们在切瘦肉的时候 要逆着这个纹路切 它才不会拉个卡牙齿 再来切上几个二斤条红椒 切成这个圈圈就可以 稍微厚一点 再来切上一点姜葱蒜片 这个黄瓜晒来差不多了 这样子去掉一定的水分过后 吃起来的话就会更加的脆 吃今天的这道菜 做的时间比较长 得早晨做 晚上吃 现在我们开始炒了 准备吃椰饭了 少来一点油 因为等一会儿那个肥肉 还可以熬得出油溜 把锅炸好后 先下入肥肉 用小火把里面的油脂扁炒出来 吃起来才香不闷人 肥肉炒出油脂 把瘦肉也放下去 这个肉是没有马淀粉的 姜葱蒜片 青椒圈圈 辣椒炒一下 会把它的灶味炒掉 吃起来会香一些 来一点酱油 料酒 炒香后下入黄瓜 大火给它拨转 蚝油 骨干酸辣 糖 盐 继续炒匀 翻炒一分钟过后关火 没有哪个说不该意思 这个颜色看起来你是要的哟 非常好吃的脆黄瓜炒肉片就做好了 蒸子炒出来肉香 黄瓜脆 开胃爽口又下饭 做法也是超级的简单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走 有时间的时候是走告一哈 不喜欢的免费看完就撒够 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吃了 还是先整块肥肉 香 肥肉香 这个肉上面就带着淡淡的黄瓜清香味 把水 大家看这个黄瓜这样子夹起来 安不安逸吗 真的是好安逸好安逸 超级的脆爽 有一点要注意哈 就是我们的黄瓜在晾晒之前 一定要清洗一下 如果不洗的话 黄瓜炒出来就有可能 会是那种比较寒 清洗一下就不会存在的呢 很值得我们去尝试一道菜 非常的beautiful 这种菜其实我觉得它是更加下饭的菜 不管是稀饭也好 干饭也好 但是下酒的话 总感觉就差了那么点意思 好了 今天的视频大家到这里就散过了 我去咬饭吃了 我是想念 咱们下期见 拜拜